美国大选在德州法院在12月11日驳回了川普的诉讼 根据了CNN的报导 记得是CNN不是老师说的 CNN报导以什么 最高法院给川普的清楚讯息 该停止了为标题 报导最高法院驳回德州的诉讼 在报导中表示 川普输给拜登后提起的选举诉讼 是一种厚颜无耻 并称川普试图用毫无根据的选举诈欺 指控剥夺数百万选民的选举权 还强调如果大法官不驳回德州提起的诉讼 他们就是在违背自己之前的先例 破坏任何中立的主张 根据统计至今 4个州已经发起了38期的诉讼 尚未能推翻任何一州的选举结果 目前所有州的选举已经认证完毕 拜登以306比223赢得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各州将在12月14日开会讨论 并正式投下选举人团票 并且于23日提交给参众两月 参众两月将认证结果 并在1月6日根据各州宣布下任总统 所以跟一只老师争执说什么 川普会连任的 你不用等到1月20 基本上两天后就定调了 因为选举人票它是最终的答案 没有办法去推翻选举人票 如果谁敢去推翻选举人票 他就是否定美国的宪法 为什么? 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 所做出来的美国精神、民主精神 将会完完全全的被推翻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别以为这是老师冷番热潮 基本上每一天就像刚刚老师在开始直播前 都有人在老师的各个不相关的视频里面 就评论是说什么 拜登他一定会什么? 一定会去下狱坐牢 然后1月20看谁上去 如果怎么样? 如果是说拜登上台了 然后他要跟我道歉 然后川普如果连任 我又要跟他道歉 那就很奇怪了 老师每次问这些人这些都一样的答案 如果说我在明面上你拿一个假视频 你一个假头像 然后也没有自己录制的视频 然后要我跟你道歉 你自己是假账号 然后你要跟我道歉 老师只能跟他抬抬杠说 你这样的状况 你说你切腹自杀 老师也看不到 那是你家的事情 所以说很多人还是在着迷在这个的一个思想里面 就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无论南京大屠杀 或者是西安各个任何战争 国仇家恩这个状况之下 都是别人告诉你的 你从来没有自己去想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很多人说美国的很多人 就是说看老师节目的 就有人是说 美国的先贤留给百姓 除了选票之外还有枪支 老师也觉得这很有意思 你会看中文节目的 这老师现在讲是中文 你会看中文节目的 大部分你是第一代的移民 第二代通常都已经不看中文节目了 那么你怎么会是第一代的移民 然后你护照换 然后立马你的列祖先行就变成白人了 这是还蛮奇怪的事情 你知道吗 而真的很多人是说 那个枪是很重要的 好 你1月20就问他你1月20 是不是真的要去请拜登吃花生米 然后吱吱吱吱说到时候再说 不对 你革命不就是你真的是不行 你革命老是尊重你 为什么 因为枪杆子出政权 对不对 你家不说大德州要独立 大家州要独立 这一次敢讲你敢做 你真的要做请你自己去做 如果你自己做不到 你就不要讲说 你那个美国先贤 你这近20年的新祖宗 说这还留下给你选票跟枪支 这个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好吗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特朗普的精神 他虽然已经可能会卸任 但是他的精神会升职在美国 这个是难以动摇的事情 这对美国来说 是一个坏到不能再坏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拜登上台之后 你今天不是尊重你们民主的结果 而是想到是说他是不公义的 为什么别人不公义 因为别人说他不公义 别人给你看了证据 很多都是假的 老师还看过在很多很有趣的 一些朋友圈里面 很有趣的什么 他们做了一个动画 就说这样就是去选选票的方法 我也觉得真是很好笑 然后竟然他们会相信 为什么 因为你圈动画 用软体圈动画 他做GIF真的做的跟真的一样 但是人家票不是这样算的 然后他自己可以做成这样算 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大选后的问题 大选后的问题就是即将杀任的拜登 他的副手是谁 他的副手是半印度裔的贺锦丽 以及后面要上来的贸易代表 所谓人称的贸易沙皇 是台裔第二代的戴琪 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这里老师不得不说 拜登的用人之术是非常高明的 为什么 因为你用了这些人 他们是一个骨子里面绝对会反中的人 印度人你一定会反中 台湾人你不反中 你就觉得好像自己不是台湾人 这样以此来进行对中国的抗衡 这样的人有什么好处 这样的人做事往往会忠心 他们这些人用作为鹰犬 然后国家在使用的就是鹰犬了 鹰犬不见得是坏名字 好吧 对付敌人的手段 这些鹰犬对敌人的手段 往往手段也是很雕毒 如果现任的国务卿蓬佩奥 是敲锣打鼓的 不断的一些大明大方的反中 那么戴琪跟贺锦丽 就会是真正的猎人 对于中国的对抗策略 他会采取的不一定就是张牙无爪的正面迎击 然后到处去婆妇骂街 相信他们不会做这件事情 他们而是会用另外一个层面 从各种小地方 逐一的设下陷阱跟限制 让中国感觉到不方便 但是觉得又无伤大雅 然后再慢慢的把他围堵起来 一次的最后在关键时刻再保保压上去 让中国难以动弹 这是他们可能会使用的策略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次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女性的同胞 而这些女性 他们有一个特有的性别的优势是什么 他们做事会比较细腻一点 我们讲一句话 治大国如蓬小仙 治国同样也如治家 家里面无论是男女去掌握了家里的主权 但是掌握孩子动向与细节最精密的 大部分还是女性 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去忽略的 比如说像老师家里 掌握小孩最多情报的 不一定是老师陪小孩比较长 但是最长说最多小孩情报的一定是经理老师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会比较注意这些事情 那么 母亲到父亲他就抓大部分到大方向 我们看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赶快去进行 母亲注重的是过程 然后再看结果 细腻程度而言 男性是不如女性的 而拜登使用这两位女性 也都是保经历练 不像现在的白宫发言人 是一个年轻漂亮的金法拉妹 而拜登用的这些都是经过历练的 而且是二代的移民 对于美国的忠诚度 二代移民 对美国的忠诚度都是非常高的 高到几 简直比美国人还要强 以及渴望被美国认同的 美国人认同的那种需要被认同感 都是比白人还要坚定 所以中国为了要面对 是比较难缠的对手 因为这两位他就算面对中国 他的各种胜算再低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感到挫折 我们继续下去 刚刚突然被和谐一下 我们继续下去 在美国经济的部分 拜登团队不断的催促参众两院 要赶紧的释放出高额的现金 给美国的百姓 纵使会让美国的载台高足 也不惜一切的要达到这个协商的作用 要给到比如说美国百姓一个月 一个礼拜 六百到九百块美金 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拜登有没有考虑到 他这位副总统 现在新总统 他确实经过了2007年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 所以得到了宝贵经验 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 小布希 当时没有事实的对当年的刺激房贷的受灾户 私与元首 任凭他们被拍卖房子流落街头 导致了美国进入了很长一段时期 经济难以提振 就业率低迷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 因为你的在线状况不好 你后面要再翻身 那是很难的 因为银行都有recall 都有记录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然后这个教训让拜登明白 唯有优先的保护中小企业 什么中小企业 就是包含了一些小型的加工坊 店面、餐厅、酒吧 或者是一些工作室 这些远比这些大公司 比如说矽谷这些大公司来的重要 这些人保护好了 那么你的百姓的生活 未来在疫情结束之后 他们才有足够的能力 来进行经济的复苏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百姓抛下了 只把钱去挹注在 比如说像现在共产党所说的必要的地方 那么百姓在疫情截缓之后 要重新站起来的时间 就会拖得很久 而对手中国 我们美国现在最大对手 当然就是中国 中国现在不断的激起直追 他们虽然今年的上半年都已经硬着陆了 这个经济不可能好 下半年中美贸易战 还有蓬佩奥的各方面围堵 还有世界经济的不好 中国发展也是很有限 但是一点点的正成长 就已经可以把那些负成长的欧美国家 率了几条街外 所以说到现在 现在拜登是非常紧张 一定要尽快去通过在圣诞节前 让百姓可以拿到这些钱 拿到这些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百姓拿到这些钱 按照美国人的习惯 他们不是第一次还债 你知道吗 他们第一件事就拿去花掉 花到什么?圣诞节 你这时候好年坏年 你都得要去庆祝圣诞节 所以说这些百姓所拿到这几百块美金 每一个人拿到几百块美金 才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 继续的去买这些民生用品 无论是一些民生用品 吃喝玩乐 或者是一些衣服或是过冬的东西 你这些钱才会重新留回到市场上面 而留到市场上面之后 这些店家 这些供应商他们才有钱 把这些薪水发到给这些员工 所以是说他们现在为什么要努力发钱 其实有些人只看到是说让美国百姓活下去 其实在第二个方面 比较深层的部分 还是在于这些钱必须要回到了整个的供应链里面 而不是只是像 我又被和谐了 又被和谐了 没关系 所以是说我们要看到的事情 感谢赞助的 谢谢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于是说 你今天所有的钱必须回到 回到整个供应链里面 让他们能够发财 现在美国的股市之所以是高 那绝对不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很好 那是因为他们采取的几乎快到零利率 跟负利率的状态之下 这些人必须把钱丢在股市上面 为什么你只要你有1%或是0.5%的收益 就已经比芳兰银行 被收管理费来得好 所以说这个热钱会不断的涌入到美国的股市里面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这种跟美国相关的地方 比如说台湾 很多热钱不断的涌入 但是明明我们的百姓生活并不怎么好 为什么股市一直创新高 原因就在这里 而为什么欧洲的股市并没有这么不断的气势 是因为他们的金融调控策略跟美国不一样 所以说美国各位一定要不要去搞错了 美国现在股市很高 不是经济好的代表 而是代表这些有钱人把钱放在股市里面 吸引的这些散户把钱也丢到股市里面 然后当他们把钱拿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那些股市的上下状态会把穷人的钱全部给来冲掉 有钱人还是很有钱 穷人的参与的过程中你赚钱了 但是你结论上你还是会赔钱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千万不要去搞错了 美国现在跟台湾现在股市好的原因 并不是在于他们的经济的本质很强 而是在于热钱不断的涌入 超越了他本身经济敢有的强度 那么这个地方就变得很重要 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 为什么美国会这么样怕中国 撇开我们台面上讲的 什么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之争 那都是瞎话 说坦白那些都是瞎话 基本上重要的事情是 美国惧怕中国的原因 不是因为制度上的问题 制度上问题是骗百姓的 真正的问题是在于 如果中国快速的取得了 世界第一的经济实体 各位这个事情会在短短的5年左右 会完全的达到 中国的经济实力会 赢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美国在成为世界第一的位置 已经很久了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他们不是世界第一 真的只是这样子吗 不仅仅是这样子 而是说中国如果取得世界第一 而且又让军事与科技 缓步的超越美国 现在中国的海军的下水量 已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 已经成为下水量最多的一个海军舰艇 说这个军事实义来讲是很重要的 各位海军远比空军重要 空军轰炸过 在国际战争法里面 空军轰炸过不算你赢 你必须有海军载的陆军去占领别人的首都 你才能说你打赢 如果没有对不起你不算赢 好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 空军轰炸过去 那个是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的 所以说如果中国的经济 军事以及科技超越美国 美国要面对到的危险 不是什么世界霸权 或者复视价值 什么自由民主不爱 美国真正害怕的是在第二个部分 是什么 如果他一旦不是国际上的画市人 不再是领头羊 那么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制度 就一定会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而世界上如果美元他不是通用货币 而是人民币 欧元跟美元的三分天下的时候 美国的财政有可能会破产到 难以再占起来的局面 这个就像什么 就像英镑 各位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只知道现在世界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二战以前 世界货币他称作英镑 他是英镑 而美元为了取得世界货币的地位 他可以用美元买到世界上 任何东西 甚至是生命 而若美国没有这样的美元霸权 那么他国内的经济缺口 就很难透过全世界的汇率操纵办法 来共同分担 所以说美国一天到晚说 其他国家是汇率操纵国 各位我们很明白的可以知道 反过来看 美国是操纵汇率的最大国家 因为他只要操纵一个币叫做美元 全部的世界经济都得跟他联动变化 而这样的状况 未来不一定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至少10天之后 应该不会是美元霸权 美元他之所以称它为美金 要是经过了所谓的金本位置 布雷顿体系 森林体系 到后面各种种的变化 到世界货币组织 所变化起来 强迫美元 应该是美元强 美国强迫世界各地 都用美元来结算 所以是说在他们次贷风暴 跟他们所有的一些金融海啸 美国之所以可以把自己的亏空 给全世界分担 用的就是美元的一个汇率 来作为操纵的武器 那么如果现在变了 事情就变了 美国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 把它国内的所有亏空 让大家来去分担 为什么大家要接受美元作为世界货币 那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 是美国要提供大量的军力 来保护其他国家免于战争 战争大家都害怕 不是就老是开头讲到南京大屠杀 事实上在各国都有很惨烈的在争 牺牲了很多人 那么你美国驻军 来保护我们免于战争 例如什么 例如北约组织就是如此 大家要负担GDP的2% 给美国当保护费 美国就派美军 用强力的军事来协防你们 今天老是一直被和谐掉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是说 美国在1960年代 它的GDP是占有全世界的40% 各位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数据 一个国家全世界GDP加起来 它已经占有40% 所以说美国梦 韬鸡梦原因是来自哪里 就来自于美元 美国市场 因为他们用了资本主义 让大家拼命的花钱 然后我的钱又等于黄金 有没有 他当时有了含金量的问题 所以是说整个状况就以美国为主 大家只要跟着你干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说美国跟世界 他们是做了一场大买卖 什么买卖 就是美国我出钱出币 我什么都出 然后大家都是我的小弟 来听我号令 基本上2016年以前 大抵都是如此 直到2016年特朗普上台才告一段落 各位 美国的霸权就在于美元之外 包含了我们过去看到的 英国被美国打爆 还有日本的广场协议把日本也打爆 任何要想要超越美国的都会被他打爆 但是是在那个时代是可以的 他的前提是在于 美国的GDP占有世界上非常大的比重 而现在美国并没有这样子的优势 这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除非美国还能够再去做出这么大的经济贡献 或者是他的军事实力是一样维持的永恒不败 真的是超越世界 存为最强的 他的飞机飞过去 我们无法防御的 那么除此之外 美国的势力跟影响力一定会慢慢的降下来 而我们刚讲到特朗普上台 为什么这个事情告一段落呢 因为特朗普的商人眼光发现了 美国做这件事情是不完全正确的 因为美国国际泡泡吹得太大了 你把你的市场完全开放 你今天什么事情都是我提供 那么这就太可怕了 你就跟特朗普的事业一样 随时都会破产 因为你伸出去的太多 但是你国内能够产出的日渐去萎缩 所以你的国力已经没有这么强了 说特朗普他是不是一个看对方向的人 我们必须说特朗普他还是有睿智的地方 虽然特朗近30万人已经往生了 但是他还是有看对的地方 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 我们还是要看他对的地方 所以特朗普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反全球化 退群不断的退群 把手脚收回到自己身边 包含北约不断的撤军 南韩撤军 各个地方都要撤军 把手脚收回到自己身边 然后尽量的把国内的就业率给提升起来 国内就业率包含了宾州 这些地方为什么都会成为铁匈三兄弟 就是因为在60年代 他们有非常大的工业制造能力 所以在铁匈三兄弟的地方 他们当时是一个工业城市 当时大家都是很发达的 都是很发财的事情 他现在已经没落了 为什么 全球化把这些供应链 不断拆分到其他的国家去 比如说印度 比如说越南 比如说中国 比如说台湾也在里面掺了一脚 世界各地有世界工厂 就变成说世界分工 所以美国国内就业率 尤其是铁匈三兄弟 这些工业的城市 就变得非常的不景气 所以为什么会 大家这次拼命的去攻击这些 兵州 这些地方是特朗普跟拜登必须要抢的地方 他们选举人票多 而他们的确过了不怎么的愉悦 为什么因为没有就约率 所以特朗普他把这些手脚回来这边 他提升尽可能的去提升就约率 这样美国才能在世界路上走得比较远 而大致上特朗普的看法并没有错 问题是在哪里 问题在于这个疾病 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疾病 这个疾病你只能缓治 你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 通过你好像你在做生意一样 你什么事情立刻当机立断 然后全世界为你而改 做生意你可以当机立断 为什么 你能够影响是你自己跟你的客户之间的企业 影响到了不过几千人 但是美国有几亿人 三亿多人 这些人没有办法因为你的想法 然后全部改变 这三亿多人遍野就算了 世界各地的政府不会因为你的想法而改变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 特朗普下了猛药 他下了猛药之后 面对到了一个新冠疫情 就让正在转型的美国陷入了内忧外怀之中 不但美国人丢掉人命 特朗普也丢掉了宝座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 特朗普如果当时用他人格魅力 在这疫情一开始就让美国百姓戴上了口罩 那么基本上他现在一定可以继续连任 但是他连任之后 美国经济是不是会因打而得救 事实上也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提升到部分地区的一个低端就业人口 但是高端的研发 他并没有做好很好的一个培训跟一些努力 比如说像瑞典 像芬兰 这些国家不断的在做一些新创的动作 但是在美国 特朗普注重的还是在于蓝领阶级 因为这些人的数量多 而对他而言美国是一个蓝领国家 只要工人过得好 大家过得就没烦恼 但是他那个时代是可以的 但是未来的时代并不全然是这样 蓝领工人一样很重要 但是如何培训他们能够转型 能够提升他们的就业培训 这才是重要的 说拜登他在上台的时候 他就已经特别去注意这个 特拜登一样去对中国提起这贸易战 但是他更要去做的事情是 在这个贸易战的争取到这一点时间 能够让美国的工人 尤其是蓝领阶级 或者是新的一代的一些美国人 年轻百姓 能够受到更好的培训 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而不是回归在过去的美国梦 让美国再次伟大 有一个陷阱在里面 因为美国再次伟大的原因 是因为想恢复到过去对世界GDP 达到40%到50%的高的爆发力 那个是基于大家都很弱的状况之下 但是和平已经经过了六七十年 二战已经过了这么久 南京大途再离现在都多少年了 所以是说他们已经不能用那个方法去改 问题就是在于特朗普还是希望 能够回到那样的状况 但是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他没有与时俱进 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 而现在对于美国最值得关注的是 是特朗普到底要把美国的盘面搞烂到什么样的地步 才愿意杀手交给拜登 是现在最危险的问题 如同特朗普日前宣布的 美国承认的摩洛哥主权 急于全西撒哈拉 美国去宣布外国领土的权力所属 这样子的手段其实有点太牢国结根自大了 当然美国白宫随后也发出特朗普声明说 特朗普总统承认摩洛哥王国主权 基于西撒哈拉沙漠的声明 这个部分就很严重了 他后面还有一个宣明分引是什么 白宫声明里面还有讲到 美国相信在解决冲突方面 独立的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并非实际做法 而在摩洛哥主权下的真正自治 才是可行的做法 我们敦促双方即刻进行讨论 以摩洛哥的自治计划作为唯一架构 来协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为了促成进展 美国将加强与摩洛哥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就是民主欢乐宋了 包含在西撒哈拉沙拉境内 最终将在西撒哈拉境内的达克拉市 建设立的领事馆 来促使当地的经济与商业机会 这个是美国白宫的声明 而曾经是此去的殖民地的宗祖国 是谁?不是阿拉伯 也不是摩洛哥 他是谁?他是西班牙 西班牙的媒体 他们的世界报里面表示 这是特朗普摧毁国际法的一个基础 而从这里观察 后面特朗普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其实就很难说了 其实老师个人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特朗普在最后的这三十几天的时间 在亚洲或是伊朗 点起一点点的小火花 让拜登一上台 就面对到了你战争是打还是不打的窘境 因为无论是伊朗或是亚洲 一旦点起了战火 打一战 那么美国经济肯定完蛋 如果点了火不打 那就可以攻击他 你拜登小老儿 你是卫战而且确战 你根本就是中共的同路人 好像很眼熟的说法 对不对 你根本就是一个软蛋 那么特朗普就可以因此大作文章 让拜登父辈受敌 各位要知道 特朗普至少还有7000万的铁粉 这7000万的铁粉 就算有一半已经觉醒了 特朗普至少还有3000万的铁杆粉丝 他说什么就做什么 如果特朗普真的是说 我找一块地方 成立特朗普共和国 各位告诉各位 这些人真的会去成立一个国家 那是没有问题的 那真的是可以达到的事情 那么让拜登去失去人心 这最重要的事情是在2024年 特朗普可以再战一回 否则会怎么状况 一旦让拜登顺利的上台 而且没有后顾之忧 没有这些烂摊子要收拾 那么拜登可以宣布的 就是让全美国都要戴口罩的命令 至少不能算是强制 至少是一个高等的 由白宫出来劝导的一个命令 那么还要再接下去的 就是他们的广发现金 然后每一个人手上都可以拿到钱 这拿人手软 对不对 一连串的提振措施之后 疫苗接续的普遍的去施打 那么美国的金具就可以很快速的开始回温 百姓也会开始回归就业 那么最后大家只会记得一件事 是拜登让大家有工作 而且也在拜登手上 疫情得到了解脱离 那么下一次的美国大选 特朗普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 如果未来的36天没有搞出事情 让拜登难以接手烂摊子 那么下一回高龄77岁的 甚至78岁的特朗普 他还要再选就会变得十分辛苦了 所以针对美国问题 老师最后总结一点 老师对于美国的未来 只要特朗普没有在剩下的36天 在伊朗跟亚洲 尤其是南海跟台海之间插出战火 或是比照西斯哈拉 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只要这些事情没有发生 美国在未来的一年 他的恢复程度会比较快 而且并且我们可以预期在2021年的感恩前 可以见到美国的就业大量复苏 真正的感恩节庆祝的状况 一些盛况 我们才能够真正在看到 但是只要一个方向错 那么掀起了战火 美国的本土不一定可以独善其身 自身事外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世界已经不是60年前的世界 现在的世界是你敢做什么 别人就敢对你做什么 金小胖不讲话 俄罗斯不讲话 中国大陆跟你吵吵嘴 不代表美国你自己的本土永远平安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